再来我们看到民众党立委林毅君 在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的共同推举下 担任本会其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招委 林毅君也表示呢 感谢国民党团的谦让 对于潜见国造后续的预算会严加讨论 更加的严审 针对潜见国造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是会严审 因为现在都还没有那个嘛 整个都还是还没有整个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而已嘛 所以这个的话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会在严加讨论 因为我们立法委员本来就是要监督这些预算的 所以我们是尽我们的责任啊 林毅君也强调呢 未来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并且呢秉持的理性务实的监督 不会反而反 但也绝对不可能放水 最重要的是代表人民 监督执政民意 立法委员的招委选举国民党的礼让 让外交国防给了民众党立委林毅君 国民党副秘书长李燕秀则表示 蓝白合作不局限于礼让招委 在预算案件也会合作 而且在野合作是天经地义的 重要的是如何监督傲慢的民进党 在野党的合作 在民主国家共同监督执政党 这是天经地义 那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是招委的礼让合作 或者是接下来在法律上或预算上的合作 其实都是一个沟通的协调的结果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监督 合作监督执政党 这才是关键重要 全民要看的是在野党的合作 是不是一个理性监督 是不是为人民的预算把关 这才是人民所希望得到看到 无论是在法律案的合作 或者是预算上的合作 招委的合作 我觉得都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但是关键是在野党 整体的在野党要呈现给全国人民 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预算把关方式 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蓝白的合作其实就是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我们彼此的竞争是希望得到更多中间选民 能够争取更多的选票 但是合作在立法院在野党的合作 只要是站在人民的福祉 对预算的把关 我觉得都是天经地义 毕竟我们要成为一个稳定的最大党 才有机会去监督这个傲慢的民进党 我们来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 与副院长江启成也参加了招委选举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看到 韩国瑜现身还开玩笑的说 那我们就推举韩院长来担任招委吧 上会期招委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也开玩笑的说 那你把你们的那席让出来 韩国瑜则是尴尬的回应 说张飞打岳飞啊 国民党原本八席招委都想拿下 但马文君无意连任 许巧心也无意愿 外传国民党立委陈永康一开始坚持只担任国防招委 但遭国民党立院党团的告知 到时需要抽签恐怕不见得如意 陈永康的毅然决然的断然拒绝 最后国民党将这一席里让给了民众党 外交国防委员会共同推立委林毅君来担任招委 现场大咖全都到齐了 包括了立法院、政府院长韩国瑜跟江启臣 还有总招傅昆琦以及民众党团总招都到场 但国民党内则认为这被突袭了 没有提前沟通好 尤其有意争取招委的黄仁 更是因为不满直接缺席 不过前立委郭正亮却认为 这个会期要审潜见国造的预算案 AIT一定会来游说 因为美方的压力 让原来的招委马文君不想续任 亮哥你怎么看国防外交这一次的招委 这个也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民主基金会 一个大翻盘 我们本来一直认为说马文君会里让给黄仁 就最后不是 是换给民众党 直接里让给民众党 他说你怎么看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里让给黎义均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会期要选 要审那个审潜见预算 那马文君就是反对的嘛 可是我跟你讲白了 我跟你保证这个预算 AIT一定会来游说 那马文君也是聪明人 马文君我也认识他 他是非常非常非常聪明 知道大局在哪里的立委 他想一想如果他当招委 那预算死在他手里 那不直接跟美国杠上 那如果预算通过在他手里 他自己良心也不安 是我懂 所以不如不要做 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要彰显 你跟民众党还是有合作的共同价值 你至少要通过一些民众党的法案 大概是这样 那我觉得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 有没有招委不重要 因为林义军的专长也不是国防啊 对啊 那钥匙公卫秘书长 就让他的 对 那让他的稍微有点小亚裔 没啊就是没有办法 他们 为凡可能有人要争啊 其实对民众来讲 国防外交绝对不是重要 不是我就说国防外交给他 我有点小亚裔啦 不过可能国民党还人不想做啊 不因为这个委员会 你如果什么都不熟 你还当你会累死 台湾民主基金会25号通过 由执行长廖达奇征除 政大教授卢彦忠担任副执行长 廖达奇表示 在非常和平的气氛下 不到五分钟 无意义通过人事案件 也坦诚事前有一些磋商 廖达奇强调 董事长韩国瑜提到 台湾民主三条腿 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维护自由民主 台美关系的重要性 期盼这样子的阵容 能够擦亮台湾民主招牌 在一片融合当中 大家集体就做了决议 没有任何的争议 其实都是有一些磋商了 那外交部这边 尤其是部长 就是我们的副董事长 跟董事长呢 最后达成协议 那卢叶忠卢教授呢 其实也稍微 他也愿意做副执行长 因为他在这边的精力也非常多 那大家也是在 可能当中找出一个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政策上 非常好的失败 因为民主经议会 本来就是一整体的推动 自由民主人权 走出世界 整个过程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来做出这样的决策 在会场上大概五分钟不到 那事前的沟通 当然要先部署嘛 那在会场上大概就是五六分钟 先是执行长人选大家通过 然后是三个副执行长人选提出以后 大家都没有异议 是无异议一致通过 韩院长是一直讲三个 他说台湾走出去有三条腿了 一个是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第二个呢 就是要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体制 那第三个呢 就是对跟美国关系 台美关系的重要性 那我们民主基金会 基本上在自由民主这个努力上面 我们是绝不懈怠的 所以他期待我们继续查量台湾自由民主 这个招牌 那继续走出去 而且跟我们的董监事 做更紧密的结合 刚刚提到在事前有做一个磋商 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台湾民主基金会 董事今天召开董事会议 卡关半年的执行长 一直终于有了结果 据了解 韩国瑜在昨天接受外交部长林佳龙的邀请 在立法院秘密会议 最终两人都让步了 化解执行长的人事案件僵局 董事长韩国瑜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过去半年以来 执政党希望能找到一个他们主义的人 担任执行长一职 但在他的看来 眼下很难有适当的人选 在学养见识与经历上 比如燕中出类拔萃 直到林佳龙向他提起了现任副执行长中山大学教授 廖达奇才有了一个变化 为了免基金会人事案件继续歹息多棚 非常感谢卢彦中教授愿意屈居于副执行长一职 继续为民主基金会的事业鼎力相助 再来台湾民主基金会呢 今天再度召开了董事会处理执行长的人选 经过讨论后的结果出炉了 代理的执行长廖达奇珍楚 立法院长兼民主基金会董事长韩国瑜 推判的人选政大外交系的教授卢彦中 则是担任副执行长 韩国瑜受访的时候就表示了 期待这样子的卡司跟阵容 能够擦亮台湾的民主招牌 今天民主基金会第八届 我们顺利推出了执行长人选 跟三位副执行长 所有的董监事都一致通过 我们非常感谢廖达奇教授 愿意接任我们执行长 为了台湾民主的工作 尽上更多的努力 另外三位副执行长 卢彦中执行长也同意出任 另外我们林嘉隆部长 身为副董事长也推荐了两位 都是外交的老兵 都是学业非常的专精 可以为台湾民主工作 跟外交工作进一份 非常棒的努力 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个卡司 这样一个阵容 能够擦亮台湾民主的招牌 再来看到另外一个 政策层面的吵架事件 这个立委高金树梅 因为不满原住民的 禁法补偿条例通过之后 可是中央的预算却没有编足 在投票表决下 退回了总预算案件 同为原住民的立委 武力华就抨击高金 说把族人当成祭品 还说一旦执行行政院提示案 就是落入了高金的圈套 对此高金素媒也痛批回来 原住民自己的土地 因为政策的限制不能使用 政府提供补偿是理所当然的 武力华的提案被自家人打脸 不知道民进党在乱什么 他表示 勘紧人民纳税的钱 就是每一个立委的责任跟义务 这个提案人就在这里 吴立华 然后干事长是吴思瑶 然后有大概十几位立法委员 帮他联署 他六万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就按照六万会通过了嘛 三组通过了这个就是 所谓的法定预算 你行政院就必须要编写预算 原住民的土地 私有的土地 因为政府的政策被限制不能够使用了 然后就必须补偿 这理所当然的 更何况有宪法来之前 这些七万多公顷的土地 就已经被登记使用了 日方律师你不知道吗 吴立华校长 那你也做了两届的立法委员啦 你难道那么不专业吗 你提的案子这里耶 然后你的政府 你的民进党沉沦的民进党说这是违宪的耶 他不是公开打你的脸吗 所以我不晓得民进党到底是在乱什么 这个法定的预算 我们的行政院没有编写 更何况我一直在讲 114年度的预算有增加4000多亿 对 难道这个十几亿都拿不出来 你都不能够守法拿出来编写吗 这个总预算是人民的纳税钱 我们身为一个负责任的立法委员 本来就是要好好的监督人民的一毛一钱一块 都要把它监督好 都不能够浪费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 别忘了这么多的弊案 别忘了现在大家受苦 所以不要被这些侧翼 还有这些网军给带风向 大家要坚守好立场 台湾才会有未来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酷熟 第1个 感谢观看